我喜歡練習,我喜歡聽一些重低音樂 幫助自己盡快入節奏 但平時可能不穿跑步衣服的我 我的性格是比較來向 其實我也是舒情曲縫人 跑步是一個很講求節奏的運動 尤其是馬拉松 因為它是… 你一旦亂了節奏… 其實我比賽也試過很多次 一旦亂了節奏,你整個人就會開始錯 動作錯步衝錯步衝錯 可能你想跑步的動作就跑不了 所以我覺得跑步的節奏是最重要的 平時我們練習時 儘量不要情緒起伏太大 所以我平時的內心也是平靜 因為你不想自己的情緒波動得那麼大 其實也會影響自己的練習 因為你控制你的配速 又或者你平時的布置 其實你都需要用一個穩定的感覺 所以我平時也會儘量平靜 其實現在普遍的年輕跑手 都勤力了很多 因為現在網上的資訊很多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國外或外面的水平 你真的要多給點時間和勞力 而且上網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練習 所以其實也拿到很多參考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一代 比起我們當時的練習 其實那個量度是多了很多的 而且我看到很多都很願意投放時間 而且看到很多人都會在想 我怎樣可以維持自己長跑的生涯 我們也明白可能畢業 第一是DSE 第二是大專之後 畢業會處於一個迷惘的時期 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同樣的事情 我自己也會想 其實如果我真的喜歡跑 我想走一個職業的道路 或者想多點時間去跑步 那我應該怎樣去平衡生活 我自己也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可以帶動他們一起 不是太多錢或不是太多的支持 但是大家一個團隊去努力 總比大家分散更好 Slam Dunk的主題曲 直到世界盡頭 很熱血 其實快樂不快,勁樂不勁 是很主觀的 我希望我自己給別人的印象 是我有努力過 即將來或者我接下來會走得多遠 我希望追蹤我或支持我的朋友 也覺得我曾經在長跑這段路上 是有努力過 有嘗試去衝擊過 我通常不會設定某個目標 如果做不到就等於失敗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經歷 是一個旅程 所以我希望帶給別人的影響 就是努力、堅持 今期Sport SOHO封面有我,羅映潮 大家記得買一本吧 就像我一樣 先走了 希望大家可以回答 我希望你會習慣